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近日 吳怡佩在社交網站上透露自己一口氣剪掉15公分的頭髮 達到了人生最短髮 長度落在耳垂附近 新髮型也更加襯托出她的瓜子臉 成果照曝光後讓不少網友為之驚豔 而她也忍不住笑說 會不會再也回不去長髮 值得一提的是 她事後還親自拍影片示範快速整理短髮的方法 首先要抹上具有抗熱效果的護髮油 平板夾設定在170度左右 從兩側頭髮下手製造出微翹慵懶感 加震後方頭髮時 下手位置可以稍微高一點 也別忘了用電棒撐起頭頂髮根 營造出蓬鬆感 最後再用一點點護髮油把整體抓鬆 便打工告成 如果是康熙來了的忠實觀眾 應該不會對吳怡佩這個名字感到陌生 吳怡佩本身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女主播 但個性倔強的她不斷挑戰自我 從記者 主播到主持人 演員 還創立了QC當起視頻店老闆娘 並經營一日配送原頻道 與觀眾聽眾分享所思所想 多元且豐富的身份 於吳怡佩而言 不僅是過癮的挑戰 也是迷人的表演養分 她曾說 演員的基本功課就是好好地體驗生活 而且還要很慢火 才能注意到周遭細節 關照自我的情緒變化 那些都能成為很好的表演檔案 成為未來角色的血脈 而她在戲劇《天之嬌子》中的演出 確實可圈可點 贏得一眾好評 在這部劇中 吳怡佩哭戲分量多 幾乎天天都在哭 她曾在拍完後因身體不適被送醫 累到得了A型流感都不自知 雖然這部戲不是動作片 但許多隱藏的危險是無法預期的 一場騎腳踏車追小偷的戲 她就因緊急剎車摔倒 當場撞斷兩顆門牙 事後花了近10萬元做假牙 在外景拍戲時 她的左大腿還被引去蟲咬傷 原本不以為意 沒想到引發了蜂窩性組織炎 險些傷口潰爛 傷疤至今都還沒消除 此外 在一場跳水戲中 她還因男演員的失誤被撞上橋墩 再度受傷 不過 她倒是沒有過於在意 劇情殺青後 還表示自己開心不已 可以放自己一星期大假 好好休息 彌補這段期間累積下來的疲累 與吳怡佩展露出來的十足衝勁不同的是 她的父母剛開始並不支持女兒的演藝事業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她曾提到父母覺得這行收入不穩定 刻板地認為主播在社會上地位高 演藝圈亂糟糟 會上社會新聞 雖然父母不同意 但吳怡佩表示要父母給她三年試試看 最終父親妥協了 她告訴吳怡佩 這三年沒成績就回去當主播 母親則是氣到與她進行了半年的冷戰 但卻還是心軟地偷偷把錢塞在吳怡佩的包包裡 三年後 憑藉著自己的努力 吳怡佩成功地向父母證明了自己 父母也漸漸轉變了態度 這位在事業上混得風生水起的女主播 在感情上卻似乎頻頻遭遇不幸 在某檔節目上 吳怡佩透露自己在與某一任男友交往期間 發現有女生傳 你是會出軌的人夢的心理測驗給男友 沒想到男友的回覆也十分曖昧 雖然男友表示對方只是小妹妹 愛完心理測驗沒什麼 但之後她卻發現 男友的車在清晨6點時停在那女生家門口 劈腿行徑被當場抓包 兩人也因此分手 在這之後 吳怡佩還有過一個日籍男友名叫Oki 兩人交往了長達6年之久 2017年 吳怡佩在採訪中自曝自己已經接受男友求婚 還稱她計劃在明年的時候在日本沖繩舉行婚禮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一直都沒有和男友結婚 而分手傳言也隨之而來 當時分手傳聞鬧得越來越兇 吳怡佩不得不通過經紀人的口站出來回應 一句現在重心擺在工作上 似乎是在間接證實她與男友之間的戀情已經結束 如果只是普通情侶的分手新聞 還不至於引起人們的廣泛討論 吳怡佩和男友分手 之所以讓媒體和大眾這麼關注 是因為她的情變原因 疑似和出軌有關 這就不得不提到故事的另一個主人公 楊子怡 楊子怡是知名的男演員 比吳怡佩小4歲 她曾在《林毅蓮》、《蔡劍雅》、《五月天》等歌手的歌曲中MV扮演男主角 也曾出演過《愛與夢飛翔》、《灰色地帶》等偶像劇 吳怡佩和楊子怡曾合作拍攝一部新電視劇 期間兩人曾被媒體排到 在一輛私家車上密會4小時 媒體稱 他們接到知情人爆料 稱吳怡佩和楊子怡在片場交往順利 不但會靠在一起 還會像小情侶般互相餵食 吳怡佩和楊子怡也自曝 他們在劇組的宿舍房間相邻 會開車一起逛街或採買日用品 由於當時吳怡佩對外界的身份還是OK的女朋友 並未官宣自己分手或者單身 所以她與楊子怡的關係也受到許多猜疑 對於出軌傳言 吳怡佩的經紀人做出了回應 但表態卻略微有些不確定 她說 就我們對她的認識 她不會和楊子怡有關 作為當事人的吳怡佩 之後也在節目上就感情問題做出了澄清 她表示 因為她和OK對未來的想法與打算存在差異 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而兩人的感情被世間沖淡 所以才會選擇分手 與他人無關 而緋聞對象楊子怡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 自己很少與吳怡佩聯絡 他們真的沒有在一起 目前自己也沒有要談戀愛的打算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吳怡佩與歐蒂也曾傳出一段情 當時吳怡佩與歐蒂受邀到內地工作 兩人因共同主持節目《達人總動員》 碰撞出愛情的火花 但這段感情 他們始終都沒有公開宣布過 雖然曾被主持人龐敲側擊地追問了好幾回 但兩人都大打太極 始終沒有明確的表態 或許吳怡佩被極端不堪回首的愛情傷透了心 她不敢再次輕易打開心扉 迎接新的愛情 她曾在社交平臺發文 我人生的致命傷可能是在感情 被重傷過後覺得沒有什麼人是可靠的 雖說感情接連受挫 但吳怡佩近幾年在一級操盤手的幫助下 股市投資上如虎添翼 讓她每年都有10%至30%的報酬率 當然 投資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吳怡佩提到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某一年討論到做高端連接器的信邦 我還和爸爸有點小爭執 因為我想買充的股票 但爸爸卻說穩最重要 後來 我被爸爸說服 在信邦約30元買進 沒想到此後信邦股價一去不復反 突破200元大關了 算一算 獲利翻於7倍 別看吳怡佩如今成為小富婆 但在之前卻是個月光族 之所以會發生如此明顯的轉變 只是因為一件小事 當時 吳怡佩因不堪在基隆 台北兩地來回的周車勞頓 想購入一台65萬元的國產車 卻連頭期款12萬元都付不起 只能東湊西湊拿出2萬元 不得已跟爸爸接了10萬元 她回憶說 爸爸非常生氣 說我是敗家女 當媽媽知道原來工作多年的女兒竟然為了買名牌包而幾乎沒有存款 和她下了最後通牒說 如果再不存錢就把名牌包都拿去燒掉 要讓她知道沒有這些包包也不會活不下去 父母的教訓罵醒了吳怡佩 讓她慢慢領悟到 並不是穿的都是名牌 人家就會尊重你 反倒要提升自己的內涵 用適合自己的東西 之後便勤起直追 從賬戶理財法開始做起 之後她也沒有讓父母失望 投資上也日趨成熟 除了本業收入外 更有股票投資 投資型保單 房產 以及和朋友合開視頻店四個收入來源 甚至四年前小房換大房 買進了一棟2800萬元的豪宅 不過 隨著時間的推移 吳怡佩今年已經41歲了 不可避免地會被問到結婚問題 她坦稱 目前單身的她還沒有結婚生小孩的規劃 爸媽也沒有催 她們只希望我開心快樂 催促的都是親戚 至於動暖 吳怡佩打趣說 會生就是會生 如果有不錯的對象 先有後婚也可以 目前不會想要去動暖 也對年齡沒有恐懼 從新聞媒體轉至影視產業 從主持人到演員 再從鏡頭表演至劇場 不斷跨出舒適圈的吳怡佩 不願安於現狀 渴求進步 她將自己一次次歸零 即使偶有挫折 質疑 最後都選擇咬牙撐下去 因為她知道 蜕變後的自己 羽翼將更加強韌 能飛向更遠的天空 探索無限可能 吳怡佩曾說過這麼一段話 當我是主持人 就要理性思考 感性體會 做到賓主盡歡 當我是演員 就把自己歸零 在角色裡生根發芽 長出新的靈魂 當我回到自己 我會看書 跟植物對話 去山林走走 從這句話裡 也可以看出 她對自我的定位非常清晰 也希望她能夠在未來找到真正對的那個人 幸福美滿地度過餘生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您對本期視頻有何感想或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本頻道 別忘了點擊訂閱 下期視頻 我們再會